HELLO 大家好 我是苍狼哥 歡迎回到苍狼哥的醫學頻道 那麼這一集要講什麼呢 又要來講大家愛聽又愛罵的疫苗專題啦 那大家也知道台灣從7月1號開始 開始廣泛的接種莫德納疫苗 那如果你要有在Follow新聞 你就看到三不五時都會有人產生這個 對於莫德納嚴重過敏 甚至過敏性休克的這些新聞出現啦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過敏性休克 為什麼疫苗可能會造成過敏性休克 那為什麼你打完疫苗 一定要在場觀察30分鐘呢 那首先過敏的觀念發 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過敏就是一個物質進到你體內 然後你體內的免疫細胞 就把它當成敵人 當成是抗原 然後就對它產生的攻擊 或是它影響到你身上的免疫系統 它產生過敏反應 就會有相關你的症狀 比如說皮膚起紅疹 比如說這個流鼻水 鼻塞 那嚴重一點就會有可能這個 過敏性休克的症狀就會跑出來 你呼吸會開始肺力 變喘 吸不到空氣 低血壓 甚至最後就休克死亡 這都是有可能喔 那什麼樣的狀況 可能會造成所謂的過敏性休克呢 這相信大家多少都會有一點點 Background的這個知識 例如說你可能被虎頭峰叮到 或你被蜜蜂叮到 大家都有聽過說你被蜜蜂叮 可能要小心嚴重過敏 甚至是過敏性休克 因為蜜蜂那個毒素啊 可能會讓你身體起非常嚴重的過敏反應 那再來啊 有些人對特定的一些止痛藥 或是抗生素 過敏 一吃止痛藥 一打這個抗生素 有可能產生立即的過敏性休克 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過敏性休克 它的基準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首先這個抗原進到你體內之後 那你體內的IgE 針對這個免疫抗原的這個抗體啊 去結合之後 這個IgE就會去啟動你全身 所有的這個肥大細胞啊 或是試減性球啊 這類相關的免疫細胞 那這類免疫細胞 就會大量釋出所謂的組織胺 這類類似的免疫戒指 那就會作用在你全身 引起強力的過敏反應 除了你常見的一些皮疹會氧之外 這時候最恐怖的就是兩點 第一個它會影響到你的呼吸 第二個它會影響到你的血液循環 那首先呼吸的部分 這個嚴重過敏的時候啊 你這個舌頭後側 舌根可能會腫起來 你喉頭有可能會腫起來 它就會去壓迫你的呼吸道 你就吸不到氣 那再來你肺部的部分 強力過敏的狀況下 肺部的支氣管會收縮 它整個呼吸道的阻力會變得非常的大 所以你會覺得 越來越吸不到空氣 呼吸越來越喘 那最後可能就會自息而死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第一個可能是呼吸的部分 那過敏性休克 第二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你血壓 也就是你血液循環這部分 大量釋出的這類組織啊 或這些免疫戒指啊 它會去強力放鬆你身上的血管 你身上的血管被強力放鬆之後 你就會變成一個低血壓的狀況 低血壓的狀況 你身上的器官 重要器官得不到重要的血液灌流 它們就開始shut down 腎臟開始失去功能 肝臟開始失去功能 腦部開始失去功能 心臟也開始失去功能 你心臟收縮力就越來越弱 所以嚴重的過敏性休克 你沒有去治療它 非常大的機會 會死亡的 那為什麼接種莫德納 這一類新冠疫苗 可能會誘發過敏性休克呢 這其實是跟疫苗裡面的 複形劑是有關係的 那不同的複形劑 它引發強烈免疫作用的 這個機率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拿台灣最常接種的 AZ跟莫德納來做比較 AZ它的複形劑是所謂的 Polysorbate 對它的中文叫做什麼 聚三離存子之類的 這不重要 總之AZ它疫苗使用的複形劑是這個 那莫德納或輝瑞BMT 這類MRI疫苗它使用的複形劑是 P1G200這個成分 那根據統計後者所引發的免疫反應 或是過敏反應 其實是比前者還要強的 所以如果你即將要接種疫苗 記得接種完一定要觀察30分鐘 因為剛剛講的這些HP疹 然後開始喉頭水疹 呼吸困難血壓下降 然後開始暈眩意識不清 這類嚴重過敏反應的症狀 通常都發生在30分鐘內 所以你在在場觀察30分鐘的這一段期間內 如果真的有相關症狀 那醫護人員會趕緊幫你處理 那如果比較輕微的一些過敏 可能使用一些抗主持 那一些抗過敏的藥物就OK 但如果是剛剛講的那種 嚴重過敏性休克的表現 呼吸困難血壓下降 這時候就要趕緊使用救命神藥 就是所謂的腎上腺素 這個腎上腺素要趕快以肌肉注射的方式給予 那腎上腺素它可以同時去刺激你身上的 Alpha受體跟Beta受體 那刺激Alpha受體之後呢 它就可以讓你那個擴張的血管 趕快收縮 你血壓就會被拉上來 那刺激Beta受體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它可以強心 對 加強你心臟的收縮力 那第二個它可以放鬆你的支氣管 讓你呼吸更加順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嚴重的過敏性休克要趕快施打這個腎上腺素 這個是救命神藥 那最後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比較嚴重的過敏體質 那你的疫苗到底要選哪一種 那其實根據統計 不管是哪一個組別 發生嚴重過敏的機會都很低 所以並不是說你如果有對某些東西過敏 你就一定只能打某種疫苗 不能打另外一種 其實不是這麼說 但是記得打完每一種疫苗之後 一定要在場觀察30分鐘 如果有剛剛講到的那些症狀 一定要趕快請旁邊的醫護人員幫忙這樣子 好了 那這期分析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觀眾的醫學也就是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的Podcast 我翻格子 以及跟我們有信書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